我家院子又出蘑菇了 好可爱的鱼黄魔 味道和他的兄弟评估差不多 今天继续带我的小粉丝去采蘑菇 发现了一个大鹅膏 它和会造成急性胜损害的甲鹤云斑鹅膏 是无法肉眼区分的 看旁边还有两个小鸡蛋宝宝 什么看菌盖边缘有没有悬挂木帘啊 看菌环是不是顶身啊 看子尸体大小啊 这些都是不靠谱的方法 从形态上区别它们的唯一的简单的方法 只有看包子 草鸡棕的包子进球形比较圆 甲鹤云斑鹅膏的包子椭圆形 稍微长一些 所以家里没有显微镜的小伙伴 求求你们不要再尝试这款鹅膏了 知道了吗 这个毒孔菌好可爱 就像一顶冬天的毛边帽子 是的宝贝是四魔菌 四魔菌鼠是蘑菇木中最大的鼠 目前已描述的物种超过2000种 这个树里有一些种类 还有剧毒的奥莱毒素 可引起急性胜衰竭 并导致死亡 所以不能乱吃哦 这个我们采回去研究一下 快看屏幕中央有一颗红樱桃 天哪 好可爱的红菇啊 简直像假的一样 统菌 它长得很像树莓吧 红色的是它未成熟的紫实体 左边暗紫色的是成熟的 完全成熟之后 颜色又会变成褐色 就像一只只迷你雪茄 非常神奇 你找到 加油 没断腿啊 你篮子放不下了 我放 哇这个很嫩的 还很好 臭子的 是的 这个很好吃的 又很容易辨韧 分支长得很像花菜对吧 来吧 小朋友运气真不错 找到了一个虫草 虫草 不过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虫草 看吧 我听说虫草 啥蘑菇 不知道呀 拔起来看看是啥 是啥 这个好奇怪呀 不知道是什么 珊瑚菌 有点老了 不要了吧 这两朵很好 我发财了 有那么多筋儿 哎呦 好黏 这团比较老的 你看我们去摘那个 摘那些小的不黏 弹弹的 脑壮的 太冷了 这么大 太软了就不用了 这个好白 这个 嗯 像果冻一样去呢 对呀 还有那里有一个很小的 就 这个通常看到都只有 一颗两颗的 这里这么多 下午小粉丝回家了 我继续去采蘑菇 这个长得好奇怪啊 阿菲说是十八传中的一种 学名尚待研究 这里有一小片珊瑚菌 就是最常见的亚洲知乎菌 一 King 你 是 我 有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这个蓝黄红菇有点宇宙的感觉吧 又见一种翘脱额膏 哎呦脱额碎了 拿回去研究 长蓉多枝乳菇 它的特点是菌盖表面摸起来有脊皮绒的感觉 菌折很稀 乳汁白色 非常非常辣 辣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舔岩石那么大一点就能辣上半个小时 它虽然没有毒 但那么辣也会损伤肠胃 所以也是不建议大家采食的 发现了一个小蛋蛋 想拍个岩石 又担心相机被人偷了 只能把这一块挖回家去 小公走不动了吗 走不动了 太穿了 换了三十斤土啊 没有三十斤 我觉得比那个电池重啊 虽然你要挖那么大一土 我们要来水井抽水的那个电池不是三十五斤吗 比那个重啊 关键还要端着爬山 这个有点过分 走走停停吧 就是需要防一下 再帮来 uns戴不哪去 一边ming开 每 second 複装 爬 然后 没想到第二天它还是老样子 第三天终于破壳了 原来是个小鹅膏啊 天气太干燥了 又过了三天才长大了一点 然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下次争取拍到竹孙的一生给你们看吧 下次见拜拜